第204集 是的,他们两个孩子懂事,自然明白我的苦心 杨氏笑道,服侍杜大山更衣 夫妻二人又聊了一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 从这天起,杜远二更加用心练习跳舞 而这边的杜妻妹,前两日憋着想写手诗 奈何实在写不出,便开始每天背诵诗 至于杜九妹,不就是写诗吗?来说简单的 是杜九妹前世小学一年级学的一首诗句,这个时代也没有 十日过后,杨氏正经微作,等着杜七妹、杜九妹过来交作业 静怡公主、杜五郎等人听说今天是杜七妹、杜九妹交作业 纷纷过来旁听 结果到最后,风轻阳和广陵王也知道了 直接让人去广陵王那里交作业 如此一来,大家又一起呼呼啦啦直接去了广陵王的书房 会客的厢房 杜七妹是姐姐,所以先交作业,上前道 杨七,我不会作诗,我背诵了二十首,这是二十首诗句,你看是我一首一首的背诵,还是您抽茶呢? 杨氏为了郑重,直接道 全部背诵了吧 杜七妹之前做好准备,听到娘亲的话,并从第一首开始背诵,用了半炷香的时间,就背完了所有的诗句,非常熟练 都知道诗句的意思吗? 杨氏问道 知道 那好吧,这一次完成得不错 这是明日去听书的门票 还有珍宝格的一套首饰收句 已经给了钱 明日听完书,直接取回来便是 杨氏笑咪咪说道 女儿听话,她也很好说话 杜七妹高兴 没想到背诵诗句还真有这么多奖励 连忙感谢道 谢谢娘亲 不用谢我 这是你应得的 杨氏笑道 看向一边表现淡定的小九 小九 你做的是俊呢 杜九妹不慌不忙 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大厅中间 道 我做的这首诗不长 是五颜诗 名字叫永鹅 鹅鹅鹅 驱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杜九妹的话音刚落 杜大山的笑声瞬间爆发过来 道 哈哈哈哈 喝喝喝 去向向天歌 小九 你 杜大山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这可是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学的诗句 就知道这丫头懒惰 不会写诗 只能继续抄袭别人的 只是乖女儿啊 你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要抄袭 你也抄袭 有点技术含量的 弄个小学生的诗句 这算是什么事啊 杜九妹被父亲笑得炯炯 哀怨地看着父亲 不就是背诵了一首前世谁都会的小学诗句吗 至于笑得前仰后合 太不给面子了 杨师爷听懂了这首诗 不过却觉得这首诗太简单了 没有那天在荷花会上做得好 沉着脸道 这就是你做的诗 我听着怎么跟小孩写的一样 这个小九一定是在糊弄她 杜九妹点点头 娘啊 你可说对了 这首诗就是小孩写的 可你闺女连个小孩都不如 就是写不出来 我本来就不大 写不出好诗 杜九妹哽着脖子 反正交差了 每次都抄袭神作 一会儿她还怎么出其不意 拱其不备 斩得上风了 哼 杨师道 这首诗不好 这星期的奖励没有了 下次不做一首好的 还没有奖励 杜九妹急了 娘亲的惩罚太严苛了 不能出去逛 不能玩 闭门做事太不人道了 等不及到 杨青啊 这首诗虽然简单 可正是因为这样 才同俗一懂啊 您别急 女儿好好给您解释一遍 您看啊 这首诗开篇 先生夺人 鹅鹅鹅 写出鹅的深想美 又通过取向与向天 白毛与绿水 红掌与轻波的对比 写出鹅的线条美和色彩美 同时 歌 符 波 等字又写出鹅的动态美 听觉与视觉 静态与动态 声音与色彩完美结合 将鹅的形神 活泻而出 由此可见 这是一首好的不能再好的永鹅家作 娘亲 你可要仔细品味了 不能因为诗句简单 就说她不好啊 哈哈哈哈 这一次 不光是杜大山笑了 除了杨氏 其他人 也跟着哈哈大笑 真有这么好 杨氏不确定了 看下夫君杜大山 毕竟自己只认得几个字 背诵几首诗句 鉴赏能力不是很高 杜大山点点头道 咱们的小九 这首诗是很好 不信 你问父亲和舅舅 杨氏看向两人 寻求答案 广陵王笑笑 道 难得的佳作 可以用作启蒙诗 小九厉害 哎呀呀 小九可不得了 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句 风轻杨惊叹道 摸摸西书花白的胡须 这首诗很简单 但很有灵气 解释得很全面 可见小九是用功了 看到了吧娘亲 我的诗句很好 杜九妹道 要求娘亲 给予和七姐同等对待 杨氏拿出一张听书票 还有一个珍宝格的首饰收据 道 明天跟你七姐一起去吧 下次再接再厉 还有奖励 杜狼见状 剑猎起义 笑道 娘亲 您可不能偏心啊 光给七妹小九奖励 我 静怡和八郎作诗 有没有奖励啊 孩子们爱学习很好啊 杨氏支持 道 好 你们谁作诗 都有奖励 杜萱这个小屁孩 正在玩积木 听到娘亲的话 插嘴道 我也要作诗 我也要奖励 鹅鹅鹅 取笑笑天歌 白毛浮润水 杜萱在一边玩闹的时候 就把杜九妹刚才背诵的那首 永鹅记住了 杜萱今年快三岁了 还没有启蒙 只有平日里杜九妹教简单的字 上中下 人口守 知道她聪慧 但也没有想到杜萱居然可以听一遍 就能记住的程度 杜萱这一插嘴 让广陵王和风沁阳相视一看 眼里浮现出笑意 广陵王一把抱起杜萱道 小满儿也喜欢背诗吗 喜欢 杜萱脆声道 脑的点点 大家都被杜萱逗趣的模样逗笑了 觉得这孩子真聪明 那你会背什么诗句啊 广陵王问道 没有启蒙 他也是随便问问 杜萱想了想 道 家上一龙头 脊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啊 广陵王一愣 这是什么诗句啊 跟顺口溜一样 杜大山再一次爆笑 哈哈 这首诗 写得好 没有提到写雪的 可不管谁听 都知道是写雪的 风轻扬皱眉 然后恍然大悟 雪在世人眼里都是高洁的存在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描写 广陵王也想明白了 捏捏杜萱的小肉脸 道 小满儿真棒 这首诗是谁教你的 杜萱很有义气的指向杜九妹道 九姐姐教的 杜九妹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早知道不教这小子了 嘿嘿 顺口溜 顺口溜 杜九妹牵强地解释 不是我做的 是我在广陵府无意中听到一个打油的货郎说的 风金扬鼓掌道 打油的货郎 顺口溜 这种浅显易懂但有无比贴切顺口的诗句 就叫做打油诗吧 杜大山杜九妹一漏 天哪 打油诗的命名还是原来的名字 这是巧合呢 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风金扬见杜大山杜九妹如此表情 还以为他们反对 疑问道 你们觉得不行吗 杜大山杜九妹相视一看 重重点头的 行 绝对行 好 稍后我也去琢磨几手有趣的打油诗 风金扬来了兴致 对于一个新的问题 他有点迫不及待研究了 经过这一次的考验 杜九妹的表现大大出乎杨时的预料 舅舅和公帖都说好 那就很好了 不过同时也坚定了要让女儿继续写诗背诗的想法 时间长了 积累多了 总会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 杜九妹每次写好诗句都去找风金扬鉴定 没有人写 他就说自己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 杜九妹就发现春江花月夜这一首诗和前世一样 其他的诗句都没有在这个界面出现 这对准备以后经常抄袭的杜九妹来说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杜九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每次都被娘亲要求作诗 弄得头晕脑胀 最后自己做不出来 就做了没有骨气的抄袭者 反正现在除了杜九妹心情不大好之外 其他人都很高兴 每十天一次的作业汇报成了家里聚会的日子 每次杜九妹弄出来的打油诗 或者一些比较别致的诗句 风青阳 广灵王都会热烈讨论 则是会抱着肚子哈哈大笑 生活就是这么无奈 但同时又那么充实 不过相对而来得到的奖励也很多 零用钱也比以前多了 出府更是比以前容易 只要跟杨氏上报一声 带租侍卫就好 根本就不问女儿要去哪里 杨氏以及其他长辈 给予杜七妹杜九妹百分信任 杜七妹没空 忙着给李锐煲汤补身体 杜五郎进宜公主进宫去了 杜八郎跟着风青阳去访友了 至于小满儿 这是被广灵王抱走了 说是要亲自叫到调皮捣蛋的小满儿 如此算下来 整个府里也叫杜九妹一个贤人 杜九妹前几日收到阮浩君的信 这几日写了回信 便决定出去逛逛安乐玉器店 若是有好东西就买回来 自从上次阮浩君当面跟他表白之后 杜九妹没放在心里 可阮浩君放在心上了 以前不敢说的情话 跟不要钱似的 写了整整好几章 杜九妹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耐着心思看完 被人追求的感受是不错 只是这写信的人年纪太小 让他心里不自在 可是反过来想想 若是前世一个跟他年纪相当的三十多岁大叔给他写信或者表白 那杜九妹更接受无能 毕竟这个身体只不过才十三岁 还是个小姑娘呢 心理上成熟 生理上滞嫩 好矛盾 这些矛盾杜九妹解决不了 只有藏起来埋在心里 等以后再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好方法 到了东市 杜九妹下了马车 沿途逛逛 大部分东西杜九妹只是看看 并不缺 可就是觉得好玩 看到喜欢的直接买了回去 前面有一家糕点铺子 杜九妹经过 居然闻到了熟悉的鸡蛋糕味道 杜九妹停下来 进了铺子 准备买点回去 可一抬头 看到了糕点铺子掌柜子 杜大海 顿时跟吃了苍蝇屎一样 吐又吐不出来 恶心死了 杜大海也是一愣 玄机满脸堆笑 道 哎哟 这不是小酒吗 要不是四妹拦着 不让她去王府打秋风 她早就去王府拜访了 今日杜九妹找上门来 杜大海也不能把人往外撵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亲切 杜九妹就比以前长高一点 五官没有大便 故而一下子 就被杜大海认出来了 杜九妹在嬷嬷们的教导之下 懂得了这个时代的生存之道 这杜大海虽然讨厌 但毕竟是父亲杜大山 名义上养父的长子 按道理说 也是她的长辈 对方笑脸相迎打招呼 她若是假装不认识 或者态度不好 倒显得她没有教养一般 原来是大伯父啊 您是什么时候来京城的 也不给我们送个信 杜九妹皮笑肉不笑道 哎呀 大伯父真厉害 铺子都开到京城了 杜九妹从横八叔那里得知 这杜大海一家 在城南开了一家铺子 没成想 在东市也开了一家 呵呵 我们也才来没多久 还没安顿好 也不好去王府打扰 杜大海也没想到 今天会见到杜九妹 之前女儿说了 暂时不要和广陵王府对上 免得弄巧成拙 那徐家虽然厉害 但女儿毕竟只是徐家 二老爷的宠妾 在徐家或许还能有几分脸面 可是在外面 女儿就管不着了 若是惹上了如是中天的王府 肯定会给女儿惹麻烦 杜大海不想给女儿惹麻烦 但更不想回晋县乡下老家了 见惯了京城的繁华富贵 哪里还稀罕晋县的那天产业啊 这次杜大海带着妻子和大儿子来到京城 至于晋县的酒楼 则是给了杜二郎金银 现在有女儿和徐家做靠山 杜大海要在京城闯出一片天地 冲着他和杜大山是养兄弟的份上 在京城也没人敢欺负他 哦 原来如此 杜九妹笑道 看看身边有不少人来买东西 大伯生一口 小九就不打扰大伯做生意了 杜大海笑笑 道 铺子没杀好东西 把些糕点回去尝尝 说着给店小二使了个眼色 让他包点心 就算点心没有毒 杜九妹也不会吃的 更不会拿 白手快走道 不用了大伯 您先忙 改日再来拜访 看着杜九妹快步离开 杜大海满脸笑容消失不见 哼 等着瞧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广陵王府就能一直权势滔天吗 最好杜大山一家不出事 一出事 落到他手里 整死他们一家子 杜大海就是这样一个势力小人 行事比人强 就欺负人 行事比人弱 就伏地作小 脊背弯到地上 说得好听点 叫能屈能伸 说得不好听的 那叫死不要脸 掌柜子 您要的点心 店小二按照掌柜子的颜色 包了点心 可不见了那位姑娘 不知道给谁 便给了掌柜子 杜大海心里有事 看到点心 眼睛一亮道 你把这点心送给刚才那姑娘 她朝里面走了 你在后面跟着 她身边的人若是发现你了 你就说送点心的 没发现你 你就一直跟着 看看那姑娘去了什么铺子 买了什么 店小二很机灵 掌柜子这是让她打探消息呢 抱着点心的 是 掌柜子 虽然被都大海影响了逛街的性质 但还没到安乐玉器店 等她把信送过去 就打到回府 店小二跟得不近不远 倒也没被发现 一路上 杜九妹并没有去逛其他的店铺 也省得店小二记铺子铭了 直到杜九妹到了安乐玉器店 店小二才被发现 不过事先准备好了说辞 杜九妹见人都把点心送来了 顺手给了店小二一两银子赏钱 又给了二两银子作为点心的钱 店小二得了赏钱 完成了差事 便回到高点铺子 打探到什么了 杜大海问道 见店小二眉飞色舞的样子 想必是得了赏钱 店小二赶紧把三两银子拿出来道 回掌柜子 那姑娘一路上没进其他铺子 只去了安乐玉器店 之后就发现了我 给我二两银子 说是高点的钱 还给了小的一两银子赏钱 杜大海见状 结果二两银子道 既然是给你的赏钱 那就是你的 若是以前 杜大海绝对舍不得 可是现在虽然心疼一两银子 但也知道新店开张 若是店小二不用心 生意也会受到影响 按照京城的规矩 这些赏钱都属于店小二 他若是要过来 就显得他太小气了 势必会影响店小二和其他人 京城有京城的规矩 杜大海觉得自己是赚大钱的 没必要资出必较 让店小二心里不舒坦 谢谢掌柜子 店小二接过钱 这可是一个月的工钱啊 若是一个月能有这么几次打赏 不用一年 他就能攒够去媳妇的钱 杜大海笑笑 想了想到 你呢 有事没事 经常去安乐玉器店打听打听 问我那杜姑娘是去做什么的 见了什么人 店小二得了赏钱 巴不得再次遇到杜九妹 连连点头道 是 找柜子 杜九妹到了包厢里面 买了几块玉石 确定了花样 改日再来拿成品 之后等到阮三 亲自来到包厢 杜九妹这才拿出信 问道 阮三哥 浩君现在怎么样了 小主子很好 功夫很有长进 阮三回答 倒是九儿姑娘轻瘦一些 还请九儿姑娘 好好保重身体 没事 我这是长个子了 杜九妹笑道 我才没有瘦下来呢 倒是阮三哥 一年来回跑 想必非常辛苦吧 阮三笑笑 不在意的 都是为了小主子 不算什么 杜九妹有时候 不理解古人的做法 就像杜家 横自辈的人 是广陵王培养起来的 他们都是广陵王的心腹 忠心耿耿 阮浩君身边的阮氏兄弟们 可以说没有他们 阮浩君 脚就死得 千八百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